在下面的这个图呢 它有两条直线 就DBE 然后它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C 什么东西叫做perpendicular bisector呢 就是垂直平分 所以我的B是midpoint for AC 所以它叫你找出B的coordinate 所以B是midpoint of AC的话 这个非常简单 我的B6直接是加起来除2 所以它是减2加6除2 然后1加5除2 所以它就会变成4除2 6除2 3 23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说ABC 然后和DBE 是属于一样的长度 OK 然后它说EB是三倍 BD OK EB是三倍 DB 所以这一边是E 这一边是三 然后在这一边 它就叫你找 那个B1的长度 OK So在这一边 首先我知道 它题目告诉我什么呢 它说 那个 EB的长度 OK 就是说它的DBE的长度 跟我的那个ABC的长度是一样 我ABC的长度呢 你就心里想 我只要找我的ABC的这一边的长度的时候 我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在这一边 OK 所以这一边是减2 1 然后这一边是6 5 所以这一边是8 然后这一边是5跟1 所以这一边是4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边 我的ABC的长度 ABC的长度 会是等于直角三角形 4Square加8Square OK 好 我的这一个4Square加8Square的 这一个呢 你就自己用 那个计算机来按 然后你会拿到4Square 5 OK 4Square5 或者是我们把它换成小数 是8.944 8.944 OK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它的EBD 它说我的EB是三倍 of BD 对 就是说我的EB是三倍 of BD 就是说我把我这一个分成四分 1 2 3 4 四分 然后我的B1 是里面的三分 所以我的B1呢 会是我的这一个BD B1除四分再乘以三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它就会变成8.944除四乘三 OK 你在计算机那边除四乘三的时候呢 你会拿到的是3Square5啊 OK 它也就是6.708 OK 所以它答案是6.708 然后它要的是2 decimal place 两个小数位 所以我的708 我进位的话呢 它其实是6.71cm OK 6.71 它 它其实这边 它没有讲它单位 它 给我 我应该是写unit 而不是cm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6.71unit OK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6.71unit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感谢观看